大家好,我們要來介紹是什麼符號呢?這套桌遊的玩法 首先來看一下內容物,有符號畫圖一張 符號圖卡二十張 符號籌碼一張,共二十四個 骰子兩顆和貼紙 在遊戲開始前,先展示符號畫圖 讓玩家認識形狀符號,以及圖案符號的意義 將骰子貼紙黏貼在兩顆骰子上 將符號圖卡放在桌上 由關主保管符號籌碼,遊戲中有人答對時 關主發給答對者一個符號籌碼 請大家猜拳決定遊戲起始者 贏的人直出骰子後,看一看骰子後 要找符號圖卡 開打證券的符號圖卡 最快開打到的玩家 要說出該符號的意涵 車到遵行方向,緊準右轉通行 就可以得到一個符號籌碼 順時針方向輪流指骰子進行遊戲 直到符號籌碼都發完 就結束遊戲 拿到最多符號籌碼的玩家就獲勝了 一開始將符號圖卡放在桌上 放的張數可以由少慢慢變多 增加遊戲難度 選出一個人當關主 關主選擇一張符號圖卡 並把符號籌碼藏在圖卡下面 這個時候要注意不可以讓其他人看到喔 玩家開始針對符號圖卡的特徵 向關主問問題 關主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例如是紅色的嗎 是有濕溝的圖案嗎 最後玩家透過手問的問題和關主的回答 猜出符號籌碼是藏在哪張符號圖卡下面 就可以翻看符號圖卡 看看符號籌碼是不是藏在下面 答對了就可以把符號籌碼拿走 再根據之前的玩法進行遊戲 當符號籌碼都被拿完 遊戲就結束了 拿到最多符號籌碼的玩家就獲勝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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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